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員透過楊天迪 今天是7月3號禮拜二 美國股市在昨天晚上是開低走高 台股今天卻是開高走低 衝上去殺回來 從大漲95點到收盤是大跌62點 其實我覺得今天這種震盪的結構 有一個重要的關鍵點就是多空在增值 可是重要的關鍵點是今天成交量太大 今天成交量有1700多億 1711億 所以成交量太大 如果是開高收低 然後成交量放大 它代表的是中線籌碼散出來 我們的量是指成交值 我們的量是值 這是1711億 它是一個值的概念 它不是張數的概念 所以從這地方來看的話 就等於說 今天的成交的值的部分是非常大的 哪一個族群受到這個影響 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 現在很多股票都不是便宜的股票 都是高價股 所以我們相對來講 來舉個例子 你看國巨就知道了 國巨是1300塊 它成交的值會很大 就是成交量去乘以它的股價去乘以它的股本 相對來講它的市值是比較大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個狀況 在昨天的國巨的成交量是 11000多張 有沒有 今天成交量被14600多張 放大了3000多張 3000多張 對1300塊的股票來搶 它是多少 40億吧 好 1000張應該是13億嘛 所以3000張是39億 將近40億 它的市值 這個值就增加了 將近39億 將近40億 所以你看到國巨股價衝上去 殺回來 從最高的1310收盤 最低是1160收盤是1165 幾乎收最低 好 跌掉了170塊 這個基本上就是 跌掉了200 100 150塊左右 跌了150塊 好 我們要談一個狀況就是 國巨今天衝上去是什麼原因 他公佈他的5月單月 就5月那個月 他每股賺了9.95元 那就大賺嘛 好 這是利多的消息 但利多的消息 國巨卻從高檔殺下來 說明什麼 中線的籌碼鬆動 對吧 為什麼會鬆動 重點是在於 我跟各位談過 國巨的大咖 當初在1000塊的時候 因為外資不斷賣出 賣超賣了1萬多張 將近15000張 16000張 左右 在1000多塊 所以 B的大咖 把它接起來 那現階段衝上去 大咖要不要調 他當然要站在賣方調啊 調整啊 而且外資最近這5天 連續5天 今天不知道 我希望今天外資大買 那被主力調掉 我希望是這樣 因為外資連續5天 在國巨站在買方 到昨天為止 好 這買超的金額 買超的張數不多啦 就幾百張而已 這個 加起來5天 加起來大概1000張左右 但如果今天的外資 是站在買方 看到類多消息進來買 而被大咖調掉的話 那我認為 後面的被動元件 可能要休息 好吧 我沒有說他結束 我目前就MLCC這一塊的領域而言 我不認為他會結束 因為漲價的題材是存在的嘛 是不會結束 但是呢 如果大咖調掉 那大咖為什麼要調 因為國巨7月9號要除息 我想大資金的人 大概不參與除息 我認識的大資金 大概都不參與除息 所以一般來講 國巨在除息前 大咖會想辦法去做調整 然後調整事故 或許他也要參與除息 他不可能全部的股票賣掉 但基本 基本上會留著 但多買的部分他會調掉 所以相對來講來看 當國巨這樣下殺的一個動作時候 你早上去追就套牢 你當然不會去追國巨 可是你會去追二線的被動元件 對吧 你不會去追國巨 但你有可能追什麼 你有可能追奇力心 因為國巨的股價太高 所以你有可能去追奇力心 奇力心從204塊最高 204塊半 打到了低點是178 收盤是180 所以不管你追哪一個 你就算不是追國巨 你追二線的被動元件 一樣 一樣殺下來 一樣是殺下來 就好像2492的華興科 我們拿我們股票為例 我們不要拿我們沒有的股票 我的華興科在找盤 衝到了491塊半 很多人認為說華興科要衝到500 像我會員就打電話 老師我們的華興科要衝到500 其實我偷偷告訴大家 這個會員在華興科 從424跌到320塊的那一段期間 在跌破350的時候 他跟我講 老師我們應該把華興科賣掉 我說為什麼 他認為漲完了 好 所以我一直強調一個觀念 如果我現階段是零成本的持股 我只是設定好我停力點而已 我不會因為你從424塊打到320塊 我就認為你結束 因為第一個 這個MLCC的漲價題材沒有結束 第二個部分 股票不會因為漲高而下跌 你現在回頭想想是不是 如果賣在330 320 那320 340 今天已經來到了491塊半 那為什麼我能夠這樣抱著 從88塊買到今天來到491 這個一張賺了400塊 我們會員一張賺了400塊 那10張叫400萬 就3月1號買的 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擺著 因為我變成零成本 我把成本 這當初買進華興科的88萬的 如果你是10張買了88萬的話 你88萬我就把你收回去 另外的5張基本上就是留著 好 那相對來講看他能漲多少 所以今天漲到500塊 5張就是250萬 對不對 那是零成本的概念 好 所以相對來講的話 我想當華興科殺下來的時候 你不要告訴我 漢宇波還會漲 對吧 很多人去買漢宇波 昨天漢宇波漲停板 今天早盤還衝上去 但尾盤殺回來 有沒有 中錯了5個百分點 為什麼漢宇波會殺下來 漢宇波當初為什麼會漲上去 昨天為什麼會拉漲停板 你看 昨天漢宇波漲停板 一副要衝高 那個線型有多漂亮 為什麼今天漢宇波會殺下來 這個籌碼已經散掉了 籌碼已經散掉 為什麼很簡單 因為當初漢宇波會漲上來的原因 不是他的本業 不是他的PCB印刷電路板有多厲害 而是他手上持有華興科的持股 這叫交叉持股 華興集團大部分包括華興 都有華興科的持股 那問題的重心點是 我擁有你的持股之後 我對漢宇波而言 EPS有沒有貢獻 沒有貢獻 除非你賣掉 就是你手上的華興科買 就是你把它賣掉 你馮高把它賣掉 賣掉之後 你會獲得一次性的收益進來 那個會有貢獻 如果你不去賣掉 其實對漢宇波來講 是完全沒有貢獻的 可是很多人去追上去 所以追上去的原因就變成 我應該這麼說了 如果漢宇波持有華興科 是以這個權益法入列 任列 就華興科賺了很多錢 今年預估華興科會賺30塊 跟我環球金一樣會賺30塊 好 華興科會賺30塊 如果說用權益法任列 我持股的比例超過5成 那你就會怎麼 任列什麼 任列這部分的收益回來 但漢宇波也沒有達到權益法的任列 所以華興科賺多少錢 跟漢宇波沒有關係 所以我剛才強調除非你把它賣掉 可是當你賣掉之後 漢宇波就沒有想像題材 好 這是所謂的想像的概念 譬如說我們以前在做股票的時候 資產股最大的想像空間是什麼 我有一筆土地我來做資產開發 好 年年喊資產開發 年年不開發 為什麼 因為我一旦開發了 我的收益一次性進來之後 這個資產股就沒有什麼 沒有想像空間了 後面就炒不起來了 所以我想漢宇波的部分 是不會賣掉華興科的也沒必要 但問題中心點是 如果說華興科的股價 漲到一定程度之後開始休息 那漢宇波要跌回 要往下跌的空間就非常大 因為你純粹只是想像空間好不好 所以包含了金層科也一樣 今天很多人去追金層科 華興集團 從漲林板殺下來 所以我想這就是一個觀念性的東西 我比較喜歡跟各位談觀念 包括什麼 包括了當頂元在往上衝的時候 今天很多人去追有沒有 因為頂元今天找盤是創新高的 而且一度要拉到漲林板 很多人會去追 頂元今天衝上來是創新高的 收盤重挫 收盤跌下來 當天的來回大概超過了12個百分點 11到12個百分點 頂元還好 因為他今天是創新高 有沒有 創新高 很多人以為整理了246個交易師之後 創新高去追進去 那頂元厲害 不是LED厲害 大家以為LED很強 不對 所以很多人 當時頂元衝上去之後 很多人跑去買什麼 隆達不是嗎 你要不要看看隆達的走勢 就找到這一天 隔一天開高走低就結束了 有沒有 悶悶悶悶殺下來 為什麼隆達會這樣走 和頂元那樣走 你再對比一下 他不是LED 你不要把整個LED看 看著你以為LED要上去 如果LED要上去 今天怎麼會這樣走 今天怎麼會這樣走 對吧 對吧 紅旗那一天不是 那天掌停板 我都覺得莫名其妙 我說頂元的掌停板 頂元的往上衝高 是因為頂元轉做了 這個感測元件 它不再是所謂的 LED的傳統的經歷 對吧 那紅旗有沒有轉做 它的封測 它是封測的 LED封測 沒有啊 所以當時紅旗 大家的掌停板 很多人問我說 那紅旗怎麼走 就這樣走啊 是不是LED 不是整個LED 你搞錯了 是頂元而已 是頂元轉型成為感測元件 那你問我說2486的一拳 一拳很厲害啊 為什麼 轉虧為贏 那一拳為什麼會轉虧為贏 很簡單 因為會對收益 你就追了 你就追了 是不是市場都是這樣在做 所以它有沒有轉型 它是LED導線架了 比較沒有太大的相關 只是它還沒怎麼賺錢 所以我想 我剛才講得很清楚 不是LED LED已經被中國打掛了 就跟太陽能一樣被中國打掛了 中國自己也掛了 整個太陽能產業是掛掉 所以很多人看到有一天茂迪 我記得有一天茂迪 砰個拉個掌停板 但就說底部起漲 第一根要往上走 你自己看好不好 這是今天的茂迪 我帶你看K線 是不是這一天 三天前有人跟我講 茂迪掌停板會往上走 崩下來 太陽能這個產業大家都知道 目前已經大概就掛掉了 所謂掛掉就是 因為功過於求 我講的是嚴重的功過於求 有點像面板 那功過於求 面板還沒那麼糟 太陽能是真的掛掉 真的掛掉 你沒責 我們都是多晶系的電池有沒有 現在大陸很聰明 在用單晶系的電池 而且單晶系的效率比較高 你看搞懂沒有 我們的矽晶圓都是多晶系的矽晶圓 太陽能矽晶圓 不是半導體 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但是現在的一個 大陸的一個太陽能廠 他用的是單晶系 所以用單晶系矽晶圓 所以當茂迪再往上走高 再掌停板的時候 我並不認為茂迪會往上衝 原因就在這邊 你一定要非常清楚 所以當茂迪殺下來的時候 你問我底部在哪裡 我完全不知道 就好像3708的上方 上尾頭殺下來之後 從192塊跌到82塊 你問我地點在哪裡 我完全不知道 因為上尾頭都還沒賺錢 但相對來講 沒錯 我的半導體細節也殺下來 6488的環球機也殺下來 可是我知道 它現在殺到480塊的時候 它的本益比剩下16倍 對吧 因為今年的環球機要賺30塊 今年的華興科也要賺30塊 所以華興科的股價 我們看到一個外資 那個法人動作就是賣環球金 然後買華興科 你昨天去看就知道 賣環球金買華興科 都賺30塊 那價格差不多 大家會這個法人去 跑去買這個被動元件 那華興科就被賣下來 可是華興科被這個環球機 被賣下來之後 它打到480塊 我知道它本益比在16倍 就市場願不願意給它16倍的本益比 對吧 你說如果市場願意給它15倍 只願意給它15倍 那韓球金還有30塊要跌 要跌到450 但是我都可以知道 它的一個相對的一個低點會在哪裡 可是我就沒有辦法去評估 上尾頭會在哪裡 我沒有辦法去評估 茂迪它的低點會落在哪裡 所以我一直強調一個觀念 我認為基歐股的修正 是本益比的修正 這本益比你願意給它多少 但是這一類的股票貌低 還在虧損的公司 那我該給它多少倍的本益比 是沒有辦法去談的 因為它沒有賺錢 連本益比都沒辦法算 所以我想 就好像 有人問我 老師那個楊明光 怎麼回是一直跌成這樣 我可不可以告訴你 我講過很多次 楊明光在漲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它為什麼要漲 因為沒有任何的題材 也沒什麼賺錢 賺個三毛六的前五個月 那股價可以給我衝到一百六十幾塊 股價衝上來之後 你要EPS撐上去 為什麼華興科會這麼厲害 我的華興科 所以它股價在漲高之後 它不斷的獲利在增加 它為什麼會增加 因為漲價題材 對吧 我只要產品漲價 我的獲利就增加 我的產品漲價 我獲利就增加 所以後面就變成不斷不斷會有買盤進來 但楊明光呢 我不知道楊明光是為什麼上去 我只知道它在籌碼站 籌碼鎖一鎖之後就往上拉 如果它出掉了 它就掉下來 上尾頭也一樣 對吧 籌碼鎖定之後一個封電 它還有一個題材叫封電 我一直搞不懂楊明光有什麼題材 至少上尾頭還有一個題材叫封電 主力出貨之後就結束了 所以選在對的產業 我覺得那才是正確的做法 這叫心態問題 這叫心態問題 我常在講說 很多人跟我談太陽能跟我談這個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回答你的原因 就是你買進這個股票 你的心態是短線 如果你那天買的帽迪是短線 你短線就要出 對吧 同樣的 我華晶科買的是短線 所以不對的時候會出 理解我的意思 有些股票是短線 短線我就會短線去做操作 這就是所謂的心態的一個問題 心態的問題 我比較偏向在基歐股身上去找機會 所以我現在 我覺得好多基歐股都殺下來都很便宜 但現在是沒有資金進去 我們就等到資金進來的時候 我就會切進去 所以我一直講心態 為什麼講心態 就好像前幾天 我碰到了 碰到一個 我碰到一個朋友 他說他幫他老婆買了保險 像保險公司買了保險 幫他太太買了保險 那當他們簽完約之後 那我這朋友就問那個銷售員 這個 說這個業務員 如果說 我太太今天晚上死掉之後 我可以得到多少 他幫他太太買了保險 然後呢 他就問那個簽約之後 他問那個業務員 那我太太今天死掉之後 我會得今晚死掉之後 我會得到多少 然後那個業務員想了一下 回答說 大概20年徒刑吧 所以重點是 你買保險的目的在哪裡 是保障 不是為了摩財害命 所以這個開玩笑 這個是玩笑話 所以我一直強調一個關鍵點 你買股票 你的心態是如何 你用賭博的心態來買股票 那當他不對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撤退 如果你是用投資的方式買股票 就像巴菲特 巴爺爺一樣啊 他買蘋果的時候 股價是110塊 結果蘋果的股價 不是買完之後就往上跑 不是喔 他從110塊跌到了89塊半 結果 Apple 這個蘋果 美國的蘋果 股價從89塊半 漲到了194塊 所以當你買進的產業 買進的股票 它有未來的話 即使它短期的下跌 你就不用太擔心嘛 可是問題的就是 當你買的股票 只是純粹的技術面搶反彈 就像茂迪一樣 那些拉漲領板 可是你知道它產業 是沒有未來的 那我問各位 它能彈多高呢 大盤需要整理 因為量太大 所以什麼時候大盤會正式的回穩 重點是在量縮 我再強調一次 量縮價穩 才是盤面賣壓消化的時候 目前今天的成交量太大 我們希望縮到1400以下 好 那大盤目前探底格局還沒改變 所以等量縮而價不跌 不再跌破前波低點 或者它守住某個價位之後 它才可能慢慢的 讓投資的心態沉澱下來 那這些心態沉澱下來之後 股價自然而然 就會浮出好的買點 那時候我會帶你進場 謝謝收看 年同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